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这部影片的再次叮当,也再次引起人们对国产纪录片这一话题的关注,其实今年国内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并不算少,除了大汗,厉害了,我的果,出山记,海龙腿以及您一定不要错过,等多部纪录片也都已经上映,然而无论从票房上还是关注度上,只有厉害了,我的果和您一定不要错过,这两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。 在票房上前者获得4.8亿,后者即便是有罪有人,作证,也仅有524.8亿的干大成绩,在八月当期里,除了大汗的再次重订,还有大三二,最后的棒棒等两部纪录片将要上映。 对于这几部纪录片的命运,话语记者,觉得前景似乎并不明朗,虽然22在去年暑期当上映时曾获得一点欺益的票房成绩,然而这样的数据和个案的成功,并不能掩盖这几年国产纪录片市场整体与冷的事实。 国产纪录片的寒冬仪旧漫长,票房之惨,过一影片经就两部过千万不到十部。 在我国每年上映的影片里,纪录片这一类型,是一种极为尴尬的存在,不仅每年上映的数量上,而且能够被观众熟知并获得可观票房的寒寒无几。 话语的2000年后上映的国产纪录片的票房,进行了梳理并制作成表格,通过历年纪录片票房排序可以看到,目前国产纪录片票房,在一亿以上的仅有两部,分别被今年的厉害了,我的国以及去年的22,二者票房分别为4.8亿与1.7亿,而票房在一千万至一亿区间的仅有六部,分别是我们诞生在中国,重打了。 五月天追梦,旋风九日,喜马拉雅天梯,永远的焦日录制六部,值得一节的是,五月天追梦,为五月天音乐影片,严格意义上,已经与即时性的纪录片相隔很远。 此外,还有19部影片票房,在一百万到一千万时间,其中既有近几年知名著波高,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的《我在故宫学文武》,《天七》,《蔡国强的艺术》,《时间上的新年》,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,《生门》等纪录片,也有《我就是我》,《一鹿一风》,《火力全开》等一个新闻学头的演唱会, 甚至还有趁着当时小时大系列票房大伙儿,将拍摄花絮剪辑而成的最好的我们。 而在这些影片之外,还有大量的纪录片的票房却在一百万以下,以及更多的纪录片,《无缘日月线》的残酷现实,矛盾之深,加做和市场脱离票房差,不是因为作品不行,话日注意到,相对于每年上映的故事片,纪录片虽然上映的数量上上但口碑, 往往不错,抛开个别为享用政策歌颂人物或时代线里的影片,以及以明星为石头的圈前影片,多部纪录片的口碑均让人眼前一亮。 在近三年上映的十八部纪录片里,都把评分在七分以上的达到了十二部,而评分在八分级以上的也有八部,评分在七分,以下在近三部,另有三部在无评分。 然而即便是多部影片评价均比较不错,但票房上多部理想,即便二十二票房上过亿,我们诞生在中国,重返狼群,旋风九日,起码拉甲天梯的影片票房过千万,仍旧掩盖不了天梯。 蔡国强的艺术,摇摇晃晃的人间,时间上的新年,生们这四部平分在八分以上,票房不到三百万的现实。 这其中天梯,蔡国强的艺术,对于对于个人,梦想的执着追熟,摇摇晃晃的人间,对于个体改变命运的呼唤,生们父亲对于新生命的艰难选择。 相对而言,影片中这些内容的展示并不差,然而这几部影片无一例外,都遇上了票房上的尴尬。 创作之头,视野小题材之线市场,远未成熟,华月认为国内纪录片普遍票房不高,主要有这几个因素,一是影片自身特性,相对于其他影片类型,纪录片这一类型比较特殊。 他不会给观众讲一个精彩的故事,也没有什么戏剧冲突,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,即时的风格也不会让他有太多的镜头剪辑,从而带来节奏很慢。 而目前国内的主流观众看影片,更多还是奔着看一个精彩的故事,获得情感上的共鸣,娱乐占了很多成分,这也导致观众要不通过喜剧影片获得快乐的心情, 要不通过爱情电影获得情感上的共鸣,要不通过好莱坞大片,获得视听上的享受,很明显纪录片并不满足以上起点,这也导致其市场毕竟流线。 二是相对于国外纪录片题材的丰富,国内纪录片在题材上还是很狭窄,在欧美,纪录片是一个很常见的影片类型,也涉及到方方面面, 既有风光探险,也有动物环保,也有战争即时,多,养稀才的纪录片创作,既促进了纪录片的发展,也为这一市场培育住更多的受众, 然而在国内,因为没有专门的资金雄厚的纪录片公司,纪录片的创作更多还是个人或团队创作,在资金,在画面上与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, 这也导致国内的纪录片制作上以小成本为主,播放渠道上也没有欧美等国专门的纪录片频道,整个市场空间又不大, 从而带来国内纪录片创作者整体上比较艰难,三世视野上也没有国外的宽阔,像近些年,以我就是我,为代表的明星演唱会, 以您一定不要错过,对老电影的情怀追忆,我在故宫学文武,舌尖上的新年将火爆的电视节目翻上大荧幕, 这些护走粉丝路线,或是贩卖情怀也反映出当前国产纪录片格局小等问题, 其他像国产纪录片的内容表达形式也有不少因素, 目前国内的纪录片更多的偏向于个人情怀或社会世界, 如天梯,蔡国强的艺术,生门,整体风格上要不与观众距离遥远, 要不再表达上比较沉默压抑,这也导致很多观众觉得纪录片不好看, 从而带来了纪录片与大众之间的距离, 此外,像目前还未建立起成熟的纪录片市场也有很大的关系, 如在远线上,对纪录片排天敌,因为制作成本地宣传不到位, 无法让更多的观众接触到纪录片,这也带来齐巴胆的瓶颈, 当然纪录片整体上生存空间小,并不代表这一类型无作为, 像近三年的,二十二,我们诞生在中国,重返狼群的日间举起, 也让人看到纪录片,也可以有着不错的市场表现的, 当然这三部影片的火爆与内容表达以及市场等都有着诸多的关系, 二十二虽然涉及到为安复这一群众的话题, 但创作者没有揭露伤疤,也没有走向煽情或苦情, 个人与家国在内容上,能够引起国人的强烈认同, 加上冯小刚,张希依依等诸多明星宣传造势, 上映日期8月14日,又是国际安复日, 次日为日本投降日,内外多个因素, 导致这部影片实现排片和票房的逆袭, 我们诞生在中国的票房火热, 一是内容表达上主打中国几大特色动物, 内容轻松活泼, 二是陆川导演,周迅配音, 这部纪录片,无论从内容还是主创这日容, 都远胜于一般的国产纪录片, 影片最终获得六千多万的票房也就不足为奇了, 重返狼群盛在情怀和自然生态上, 影片以个人的视觉探讨了与狼的另一种生活方式, 内容上别具一格, 同时将狼这一刻, 性拍出了感人的一面, 改变了人们以往对狼凶残一面的认知, 也赢了不少人心的眼泪, 可以说以上三部在纪录片,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创新, 也更有益于观众的观影, 这同时也给今后的纪录片创作带来一些启示, 当让国产纪录片靠明星站台宣传并不现实, 而根据内容题材或是较到轻松有趣的表达方式, 或是在内容上进行创新, 有新的解读, 也不是一种方向, 这对于即将上映的道行, 打赞啊, 最后的把握也同样如此, 招准适合自己的方向, 放下过于自我的表达, 方能与观众有很好的交流, 作者, 学业我独行, 责编, 贺永彪, 副主编, 金语, 播报当日票房, 排篇数据, 当期资讯, 深度票房数据阿绝, 电影产业观点速递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